主题是要讲细胞的构造与功能 那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 我们生物学家是如何研究细胞的构造呢 如果你要研究细胞的结构 你必须要有办法把细胞的各个构造分离出来 比如说这一群都是细胞核 那一群都是粒线体 我才有办法去分析 粒线体有什么性质 细胞核有什么性质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你要把各个细胞内的各构造分离出来 其实分离这个技术 化学非常的在乎 你会发现化学很多技术都在分离不同的分子 依据分子量 依据集气 我才有办法多后续的分析 所以分离是很重要的研究的过程 好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些细胞放在等张容易中 磨碎 先把它磨成碎片 然后利用离心机 那这个离心机就高速旋转 产生离心力 就是这样 我们在离心的时候呢 我们放的是蔗糖容易 自然是分子 离心力如果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越下面的蔗糖密度越高 越上面的蔗糖密度越低 形成一个密度梯度 为什么越下面密度越高呢 因为你在高速离心之下 溶雨水的蔗糖都往下沉淀 所以你在高速离心的情况之下 越下面密度越大 越上面密度越小 而离心是依据密度做区分 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包气 它密度比较轻 它就比较上面 有个包气的密度比较重 它就沉在下里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用密度的差异 就把不同的包气分开来 可是这个分不是那么简单 而是先来个一万转 分上下中层 分好之后呢 把上层拿出来 中层拿出来 下层拿出来 下层再去离心 离心完之后呢 再把上层中层各自分开 然后下层再拿出来 继续离心 可能一开始是 每分钟一万转 再是每分钟三万转 再每分钟七万转 越转越快 就会把更细的信息越分越开 所以细胞的离心 其实很复杂的 你可能不是就一次离心 要分离心多次 然后取不同的层 上下的层度 把这个 这边类似的密度的范围拿出来 再高度离心 再分成不同密度 再拿出来 不断的分分分 就可以分出很多不同密度的包气 通常离心存在最下面的 就是没有破的细胞 或是大的构造 像细胞碎片 细胞核 都会在下面 那中间的就是比较大的包气 比如说立腺体 像内直管高气势力 比较中间 那最上面就是更小的包气 一颗一颗的大分子 和它里面没有膜 它很小 我们利用密度的原理 就可以把不同密度的包气区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 就可以各自去研究它的物理化学性质 这是研究包气的第一步 以上我们就做个前沿 那透过这样的技术 科学家就研究这些各构造的性质 就会形成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教的 这些构造各有什么样的结构 有怎样的功能 还有怎样的特性 请不吝点赞 计划脸 所以渐渐点的 我很想说